大陸金经济和中边地区今年强力推行煤改气 造成天然气供应不足 价格飞涨 2017年12月3日 网络锁国中共一边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 一边网管不断删文 被大面积删除的如 我们真的很冷 求关注这类无预警停气受冻而发的抱怨文字 甚至连医院告急的讨论网帖也被删了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求助官方 由于大幅度陷气 供暖不足 将影响住院病人3000多人 包括急诊病人 新生儿 传染病患者 网上信息显示 如陕西农村学生要抱热水瓶 热水杯子上课 手还是被动得通哄通哄的 直跺脚 河北卓州民众抱怨 我们整个村大约六七千人都动着 在互联网大会前一周 11月25日 中共网信办高官任贤良到北大演讲 实质红黄兰幼儿园虐童和北京清退低端人口两起事件的汹涌舆论 面对学生提问 信息管控 任贤良回应 你这样的造谣 我们当然就要进行管控 成千上万住在屋里的民众 被一纸违法通知 感到街上挨动 与育童事件低端人口一样 居民无气可供 医院献气封不上暖 这些信息都不是谣言 为什么要封锁山体 当前中国大陆除中共政权是唯一高端 人民的生存权 居住权 经营权 财产权 乃至用水用电 用暖的保障都是低端 斜牙 修 写人口来转抢 写提换 中早前时间 须挖求人口的眼睛 侦编归 乱七五三掾 接受 签 重点 吃了